他的眼神就一直追著我坐了半條街 可不可以用一個友善的態度 來對待我們這樣的人 就憑什麼我媽媽她重感冒 她都害怕 一些加拿大的年輕人現在租房都租不起 4萬塊錢到手裡大概3萬塊 3萬塊你算算 如果你的月租金是2000塊 你唯一的選擇就是回家吃飯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們今天又請到這個綠貢張瑤 他去年就已經上過我的節目 應該也是去年差不多這個時間 一二月來的吧 差不多 你這次在台灣待的時間 是不是比上次久一些 我上次待三週就是待一個月 而且你還來台灣之前 你還先去日本 對那你這次來台灣除了旅遊之外 還有聽說最大的就是看台灣的大選是嗎 對對對 為什麼對台灣大選是沒有興趣 就是全世界2024年有很多很多選舉 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場選舉 一場是台灣大選一場是美國大選 我有看你分享一些影片 就是跟那個台灣民眾聊天 其實你上次來的時候 你就有在做這件事情 有 但是這次我發現這個頻率是更多的 那我自己會覺得說看到你這影片 我覺得你以那種前中國人的身份 然後跟這些台灣人分享你的經驗 我是覺得蠻有說服力的 不過還是看到你的影片說 有些啊你還是說服不了啊 因為他們的資訊是封閉的 然後他們已經有很多成見 譬如說有人會說 那我比你作為中國人還懂中國 那哪怕他從來沒有去過中國 那這種就對脫離現實的狀態 你很難說服 那還有就是他會覺得說 那你或許懂習近平或者中國 但你並不懂台灣 你不懂我們台灣小老百姓的疾苦 因為我的身份 我很容易把主軸拉回到對中國的態度上面 反共還是親共 我的身份很容易就把那個話題引到那邊 比如說以一個台灣人來講 他們要跟你談內政 你很難說不好意思我不想跟你談內政 然後對我來說我就會說 那不好意思我是中國人 對我不太想談台灣內政 我跟你說話的原因只是因為我討厭習近平 我不希望台灣變香港 因為我知道習近平的危害 你們不知道 所以我想要跟你聊這個話題 他們會覺得很自然很接受 因為對因為你就是中國人嗎 那你聊中國的事情不是很正當嗎 你有沒有被很多網友說你是境外勢力 在干涉台灣內政 就一開始可能有那麼一兩個小粉紅 然後被我掛出來 這個是跟八九學的 有一個小粉紅說要舉報我 然後被嘲笑說你是要舉報到網信辦吧 但是更多的可能會有一些藍營或者白營的朋友 會說要向台灣政府檢舉我 對因為我是觀光免簽入境 那他號稱我在台灣的行為是違反台灣的法律 那這種情形以台灣的法律來講 我這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沒有上台 我沒有助選 我沒有跟民進黨的任何的 包括其他黨派的任何的人互動 就理論上來說是沒事 對 但是確實是有人這麼說 但他用的不叫境外勢力 他用的叫做戒選 戒選 你們台灣人叫戒入選舉吧 戒選 那當然我沒有收任何政府 包括台灣政府 包括民進黨 我這裡要鄭重澄清 我來台灣的一切費用是由我個人自費 其實我有發現像是在幾年前 很多外國人會講台灣就是要跟中國對抗 然後要選對的人 那時候我發現台灣人不會用所謂的戒選這種名詞去講這些外國人 但今年出現了好多 像勒勒法利 他也被說是戒選 除了他之外 最近超級超級多海內外的反共的華人來台灣 這些人全部都被說戒選 所以我想要問說 為什麼你們這一塊的人的立場會比較支持民進黨或偏向民進黨 所以導致那些藍白的人會說你們戒選 因為脫離台灣內政議題之後 台灣選舉變得特別好辨識 就是因為台灣選舉中只有一座人 就是民進黨政府 他對於中國的立場是清晰明確 而且也符合邏輯符合現實的 那我幫這個藍白的立場問一下 他們也覺得柯文哲甚至侯友儀可以做到這一點 但為什麼你認為他們是不可以的 那他連最基本的對於習近平的認識 對中國的認識那都是不及格 就是幼稚園水平 你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來看的話 你會覺得他們兩個對中國的認識是不及格的 不及格 對 因為你譬如說他們都會說到溝通 說到談判 說到簽協議 好像首先說 就是譬如說我在台灣跟大家溝通 有的人說你是來吵架的嗎 我說我不是來吵架的 我說我是來溝通的 我認為友善真誠的溝通 無論是國家之間還是個人之間永遠都是對的 台灣人民你們可以告訴我 習近平身上哪一條符合友善和真誠 他對台灣友善嗎 他對自己同胞都這樣 然後他對台灣真誠了 他在撕毀了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你覺得誰能相信他的真誠 誰能相信 就是飛機這麼飛的時候 你怎麼讓大家相信你的友善 我舉個例子 就譬如說我跟深藍的人 如果我們彼此是友善和真誠的 我們都可以溝通 柯文哲或者是國民黨 他經常欺騙大家 就是說立場不同可以溝通 對 我在台灣溝通的絕大多數人 立場都跟我不一樣 都不是民党支持者 但是我們都友善都真誠 但只有一種人 我不會試圖去說服 有人問過我說 你有沒有說不努力的時候 我說有 就昨天我在台北 遇到一個計程車司機先生 我沒拍見這個影片 就是你這邊是獨家 因為我沒有試圖說服他 事實上 為什麼 因為他開車的時候 前面有一位老夫人 騎著自行車在路口中間摔倒了 然後他摔倒了之後 那位司機先生跟我們說 說還好我沒有跟他有任何接觸 台灣這邊很多人碰瓷 遇到這種情況 不要去扶他 這種人我不會去試圖去溝通 知道了嗎 就是因為他不符合友善和真誠 他或許真誠 但他絕不友善 然後我就眼睛深地看到 旁邊的另外一位老人家 過去把人家扶起來了 這位老太太沒有額錢 沒有說要送醫院 然後他在老太太還沒有起來之前 他就開車從他旁邊繞過去了 這是我發生在我身上的 在台北的一個計程車司機身上的故事 只有這種人我不會去溝通 你人與人的溝通是這樣 國與國的溝通也是這樣 習近平他對台灣沒有任何的善意 然後他沒有真誠這個東西 任何的溝通都是不單是無效 而且是危險的 昨天馬英九 不是接受德國之聲的採訪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看到 看了他有選擇 他為什麼不相信美國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管做多少都打不過 但做多少都打不過的前提 他說的是因為台灣的軍力 永遠都小於中國 那你為什麼不相信美國總統說了四次 說會派出美國的軍隊來協助防衛台灣 美國拜登說了四次 為什麼你相信 你認為你別無選擇只能相信習近平 但你還有美國這個option 而且全世界都知道說美國更可靠 不然憑什麼是美國做世界老大 憑什麼世界上這麼多個國家 德國也很強大也很有錢 日本也很強大也很有錢 那為什麼大家都願意奉美國為老大 是因為他值得信任嗎 中國如果值得信任 他去年就不會產成這樣子了 外商就不會撤離這麼多 就是大家不信任他嘛 你看習近平在每次推出一些什麼政策 或是什麼草案的時候 那個股市基本上都是跌的 所以香港從世界金融中心 變成世界金融中心遺址了 根據你這兩次來台灣 還有我有看你一些影片 你有在講加拿大的內政 或是經濟的狀況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加拿大的狀況不太好 主要是因為我們加拿大 我個人的觀點 就是說這些年沒有一個 非常核心的一個競爭力 我們加拿大曾經有一個 非常好的公司叫做北電 結果被華為掏空了 華為是怎麼把它掏空的 這個手法對台灣人或許很熟悉 就是說華為或者華為背後的中國共產黨 不知以什麼樣的手段 收買了北電的高層 大家是怎麼發現這個事情 是北電的核心的機密 一開始是在那個數據庫中被駭客襲擊 加拿大的國安人員通知北電 北電管理層什麼都沒做 東西也被偷走了 後來北電就倒閉了 大家都以為說 這個就是那個時候大家對於中國的 這個危險認識不明 也沒有怪北電的管理層 結果後來大家發現 北電管理層的人出現在了華為一座高層 有一位算是知情人士告訴我說 其實他們北電的很多高層跟中國的紅二代 紅幾代都有聯姻 很密不可分的關係 然後就把加拿大最重要最有名最有實力的一家公司 北電給毀掉了倒閉了已經 然後核心的東西成長為現在的華為 對這個故事除了加拿大人之外沒有什麼人知道 確實 但是你可以想像 你想像北電如果是台積電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如果徹底你的最核心的機密被盜走 台灣的經濟現在是什麼樣子 你就可以大概想像加拿大現在經濟 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困境 就是說它當然還有底子 我們還有龐巴迪 對我們還有一些不錯的公司 但是它在現在的這個世界中 你的高新科技所有的這些東西 你沒有成長點 你的經濟沒有成長點 你的股市沒有成長點 然後面臨所有國家都面臨的問題 就是俄國戰爭所導致的通膨 那面臨所有國家面臨的問題 就是中國的資金進入炒房 房價高漲 那年輕人的生活的困難 那全球化所導致的年輕人的競爭 譬如說我們很多客服人員 現在不是說英文嗎 原來都是本地的年輕人的入行第一個工作 那結果現在很多這些都外包到印度了 因為印度人也說英文 你們其實丟了很多東西 但是還好你們丟的都是些基層的東西 就是農漁產業 當然我知道這樣說可能對農民比較不好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沒有被摧毀 就是你們最核心的競爭力沒有被摧毀 就是半導體 如果那個東西你們被摧毀 那會很慘 我以一個加拿大人的角度來說 你們會很慘 我覺得如果繼續按照馬英九路線 一直到現在那個東西被拿走 一直遲早的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不就是紫光 不就過來要號稱要買台積電 你想想如果台積電被買走 你想想現在是什麼樣子 這就是我說很多年輕人 就是說你要知道說 現在台灣有你想要改進的地方 就每個人都有權力追求更好的生活 但是你要知道說對方提的那個是有什麼東西 那個東西是會毀掉你不只是這一代人 它會毀掉你接下來十幾就是十年 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你的國家競爭力 其實我自己去過這麼多國家 我發現台灣的購買力其實蠻強的 蠻強的 很多台灣人都不相信 就覺得台灣人台灣很弱很差 就是因為我看那個評價購買力排行 台灣好像是全世界第14名第15名 就是一樣的錢在日本買到 在韓國買到的東西反而相對是少的 而且他們的稅是比我們更重 那歐洲國家就更不用說了 歐洲國家唯一贏台灣的就是瑞士啊 北歐一些國家 因為那個義大利跟法國的購買力 也是比我們台灣差的 你不要以為它的人均金很高 因為歐洲它其實北歐南歐它很多 確實 因為我有看過你的影片 你的影片有說一些加拿大的年輕人 現在租房都租不起回去跟父母住 對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加拿大的年租金現在 我看到最新的數據 上個月跟前一年的這個月 比較是上漲13% 13 然後平均的租金大概掐個2000塊一個月 蒙特羅是最便宜的 因為是法文區 法語區 那可能1500你能租得到 但是在像多倫多溫哥華 就這種因為年輕人 你很難去中小城市找到合適的工作 很困難 除非你是那種遠程上班 那你在大城市這種的話 大概要2000塊 2000加幣 2000加幣 我們家大年輕人入行的第一份工作 工資大概在4萬 年薪4萬 然後我們還有稅 還要交稅 4萬塊錢到手裡大概3萬塊 3萬塊你算算 然後如果你的月租金是2000塊 你唯一的選擇就是回家吃飯嗎 你自己算嘛 所以現在發生的狀況就是很多 像多倫多溫哥華這種大城市 年輕人開始 其實已經合租過一些年了 現在連合租都負擔不起 因為你想如果是2000塊的合租 你比如說兩組人合租的話 一人1000塊 那其實也蠻辛苦的 對 那你仍然接近你月收入的一半 我去歐洲也有認識一些當地的人 他們歐洲的房價也一直在漲 租金也一直在漲 不是只有台灣 當然啦 漲也不要漲過頭 但是漲的趨勢也代表 這個地方的經濟有在動 你看 反例中口的房價在跌 跌 跌是一個結果 是什麼原因造成他跌 整個通說 年輕人的薪水也是在跌 所以你房價也在跌 有時候台灣 我也不知道台灣人 到底想要追求什麼 我自己是台灣人 我也看不懂 就是 怎麼講 就是柯文哲給他畫了一個大餅 就是說你可以什麼都有 你可以什麼都要 什麼都有 但是現實生活不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出社會稍微過個五年 十年 你就知道說 你只能做一些選擇 生活不會給你全部 會給你全部的可能是爸媽 那我覺得他這個話術 不是就有點像當年的韓國語嗎 發大財就全部都有 聊完這些比較嚴肅的 我們聊點輕鬆的好了 就是去年來台灣跟今年來台灣 你覺得有什麼不同的感覺嗎 台灣人的抗爭的精神 我這一次比較容易接觸到 這個道理 其實你知道有些朋友 台派的朋友吧 他比較害怕穿這個外套 在外面啪啪走 對 因為他害怕會被攻擊 對 但是我個人體驗就是說 這個東西很容易認清 就我們中國人叫認清 就是相認 我去年那時候來台灣的時候 你日常生活中正常遇到的人 其實藍白支持者居多 你譬如說你接觸到的計程車司機群體 那那個藍的比例又更高 所以說你在完全自然的狀況下 你對台灣的認知就有點偏差 我看過一個最好笑的說法 就是說如果你聽到一組人一隊人 就幾個人一起聊天 只要這幾個人中有一個是藍的 你就會以為他們都是藍的 因為綠的不會反駁 對 因為他不想跟他爭執 對他不會反駁 你會錯以為大家都是藍的 對 然後這一隊人必須所有人都是綠的 他們交談你才能聽得出來它是綠的 對 好 這個問題造成一個什麼狀況呢 就在於說當你進入社群 進入台灣社會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些反共的大尾巴 他就錯以為說台灣怎麼亂成這樣 其實不是綠的支持者 他不經常於不表態 對 但是這次我來旅遊跟那一次不一樣在哪裡 因為我穿這件外套 OK 很多攤販的主人 他是支持綠的 他絕不會在 不知道你是綠的之前表態 尤其是聽到我的口音 對我一聽口音中國人 然後跟你表態的人都是什麼人 藍白支持者 確實 因為他們覺得安全 然後給你造成的錯覺 就是說怎麼這麼多藍白的 綠營支持者都去哪裡 但是你看我這次 我在花蓮 剛剛發生的一個情況就是 公車司機大聲喊說 選對的人走對的路 全車人都聽得到 很大聲 超大聲 就把我嚇到 我想說花蓮人這麼勇 很勇 我在台中的公車司機 就哭了 就見到我就哭了 就說你不要擔心 如果真的選上藍白 我上戰場 我捍衛台灣 就是年紀蠻長的一位先生 我會遇到非常多的 這種暖心的故事 就是我走到那個宅子 就是那種小巷 就聽見別人喊說 妹妹讚 然後有那種大姐 中年的大姐看到我 就這樣 也不說話 就這樣 有的時候他就 可能他跟他同伴在一起 他或許不願意表態的很明顯 但是我跟他經過 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發現說 這色藍綠沒有那麼失衡 沒有大家想說那麼失衡 就是說支持者需要那個力量和勇氣 需要那個安全感出來 但是我特別能理解台灣人 為什麼他大部分不敢這樣做 我特別能理解 就是因為我走到哪裡 我媽媽是絕不讓我一個人的 就是我就來你的這個路上 就有三個男生 因為今天有點冷 我是穿著一個大衣 就只露這一段 然後他就能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之後 他就跟他旁邊的兩個朋友說 肯定是在說我 他的眼神就一直追著我 走了半條街 然後我回頭盯著他看 他就盯著我看 我們兩個對視 隔著半條街我們兩個對視 我走一段路再回頭他還在頂我 我走一段路再回頭他還在頂我 就是那種就是英文叫creepy 就那種非常古怪 就非常讓你覺得 我知道 發涼那種感覺 就說你要對我做什麼 你要怎樣 你為什麼一直盯著我看 而且他們三個人 所以說我媽媽他就 他基本上就是他 他絕不讓我一個人在外面這樣走 其實那個眼神 有不友善也感覺得出來 當然感覺得出來 因為我有時候 在那個路上也有些不友善 也會盯著我看 我就走到前面盯著回去 然後他就會這樣 你長得也比較兇 靠藥 沒有 你是沒有遇到那種人 就是我盯回去他盯我 有他有盯回去 我就會這樣 我就會這樣 你就會一直盯 我會走到前面 有事情嗎 沒有 下次 但我不敢 對作為女生來講 我會害怕他真的 他真的敢 他真的敢打過來 因為我是男士 對 如果我真的走到他面前 我說你怎樣 有事嗎 我覺得他可能會打我 我能理解那個感覺很不好 就是我們台灣民主化三十幾年了 就是我理解藍營和白營的政治立場 但你們可不可以理解我們的政治立場 可不可以用一個友善的態度 來對待我們這樣的人 就是據你觀察 為什麼綠營的就會比較不敢表態 就是這種東西 藍白就很敢 他們就不怕被你 因為他們沒有被這樣對待 有人戴國旗帽在台北很多呀 你會瞪著他嗎 不會啊 我覺得很正常啊 那你的選擇 你是你有你的自由言論 我有我的自由言論 你有你的自由立場 我有我的自由立場 我沒有任何不道德的地方 我也不覺得你有不道德的地方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 就是這個東西 我不責怪綠營的支持者 但是我認為這是不應該的 憑什麼作為綠營支持者 我們要承受這個東西 憑什麼我媽媽她重感冒 她都害怕 她一定要跟著我出來 就是我為什麼 我想為民進黨做這點事情 我要讓我家人 處於這樣的風險裡面 然後我的家人要這樣的付出 就是自由民主的台灣 他就應該是任何黨派的支持者 只要我們不是統促黨的 只要我們不是違反這個國安法的 我們就應該大大方方地出來 然後沒有任何人 應該用異樣的眼神看我 我不覺得我有需要被人這樣對待 你早點跟我們講 我們可以去接你 上一個年輕一代的這樣 瞪我的是在花蓮 花蓮火車站 有有有我有看過花蓮火車站 然後她就 然後你媽媽過來她就沒有看 這個時候如果你還拿著中國護照 你可以跟她說要跟我換嗎 但其實我有發現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也是 也是中國人 也是這次有來台灣嘛 然後他們也有會在路上 有這個機會去跟藍營或白營的講 我發現他們只要知道對方是中國人 然後又是支持綠營 他們心態會蠻崩潰 概念中的中國人都應該支持國民黨 都應該支持統一 他們概念中的中國人不應該支持台獨 那有一些人他理解不了 什麼叫做人權 什麼叫做一個民族的自覺權 這個對他們來說蠻高深 就是在他們概念中說 中國人有權力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台灣2300萬人的命運 應由中國14億人來決定 他們以為中國人都應該天然的 站在那個立場 那事實上很多 就是我說一句有點不要臉的話 就是反共中國人在覺醒 而且他覺醒的速度比我想的快 就是有大量的我的中國人的觀眾 這一次旗幟鮮明的表態支持民進黨 其實民族的自覺權是根植於人權 一個人不應該有權力決定別人的命運 因此中國人不應有權力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台灣人的命運應由自己決定 就這麼簡單 本來要聊點輕鬆的 後面的政治越來越嚴肅 對不起 我就是有把所有的頻道都變得很嚴肅的這個能力 沒事沒事 我自己作為一個台灣人 我覺得台灣的旅遊品質有待改善 但我不知道你是怎麼看的 蠻想聽你的想法 藍綠執政差別很大 我們在高雄是最喜歡的 然後以城市來講 然後這次我去屏東看了他的洛杉瘋藝術記 太棒了 我在那邊喊台灣No.1 然後有一些網友就說 就有點誇得是不是太過分 我覺得你要在現場你才能感受到那種激動 它真的是世界一流的演出 怎麼講那是只有台灣人能夠做的演出 台灣人骨子裡面有一種瘋狂 你看你們的很多表演在火焰中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在鞭炮中 或者是你們騎機車的那種瘋狂 對 就是我不是誇洋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你們的性格中有一種很激烈的東西 然後那是只有台灣人 憑藉著那一種激烈 憑藉著那一種勇氣 憑藉著那一種對極致的追求 才能做出的表演 我可以明確地說 我不會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其他地方 看到這一種表演 我在高雄能看到綠營執政的品質 然後我在屏東也看到了 然後我在南投在台中在花蓮 也看到了藍營特有的審美 還有他們的執政的粗放型管理 這個粗放型管理是我們中國人的用詞 它的意思就是說 它只顧表面不顧細節 就你聽上去很高大上 經歷起來發現 有點不計如人意 有差 所以說其實就從內政這個角度上 我也跟我聊天的那個藍白陣營的人講過說 你去高雄 你經歷一場演出一場表演 或者你去高雄逛一圈 然後你回來告訴我說 為什麼你不給民進黨一個執政的機會 有差 內政也真的有差 好那今天非常感謝張瑤二度 又上了我們頻道的節目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記得訂閱張瑤的頻道 我是八九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